第五十四章 徐令以凤眼一扬 不怒自威 竟然让太夫人一时余色 至于道将家求取之事 她缓缓坐下 承引道 还要请娘多多斟酌 太夫人回过神来 她轻轻叹一口气 苦笑道 我知道你心中不快 可我也有我的用意 当时原娘神情激动 你又一步不让 外面满是贵客 我要是不答应 谁知道会再闹出什么事来 再说 将家满门清贵 又曾出过两位帝师 深受世人崇敬 只怕未必想和我们家扯上关系 我悬思着 就算我去求 将家答应不答应 还是个未知 不如暂时应下 以后再做打算说完 叹了口气 将家门风清白 又有浩然之风 说起来 原娘还是很有眼光的 而且当年你父亲就曾说过 娶妻娶嫌 这种世代 说向人家出来的女子 多半都聪明文雅 又能修身解醒 因此才不顾他人耻笑 三次上门 为你二哥求娶你嫂嫂 提起冰尸的儿子 太夫人眼角微诗 你也看到了 你二嫂正因了你父亲所言 主持中会时 敦厚宽和 你二哥病逝后 又能恪守不渝 这全因向家 叫女友方 刘忠哥能娶了 僵尸之女 我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听母亲提起 病逝的哥哥 徐丽仪的表情 缓和了不少 她坦然地道 娘是怕因此 惹得皇上不快吧 不错 太夫人神色间 就有了几分凝重 皇上与皇后娘娘 仍是结发夫妻 皇后娘娘又淡玉三子 你仙平苗蛮后征北疆 立宽为父亲之功 我们家此刻正如那鲜花柱景 烈火朋友 我怎么能不怕 怕皇上心里不安 怕有心之人在皇上面前说三道死 更怕因小事大连累了皇后娘娘 说着她目光灼灼地望着儿子 我们现在是一步也错不得 只要等 说着指了指天上 这是出头之日 娘 月圆则缺 学满则矣 徐立宜表情淡淡的 这世间之事 哪有长胜不衰的 总不能因噎费时 怕被人惦记 就什么都不做吧 太夫人威正 你是说 徐立宜点了点头 我不同意与江家解亲 倒不是怕皇上起了猜疑之心 也不是怕 那江家不答应 我竟然挑了正心家业这担子 要是连给儿子选个知书打理 供两吨厚的媳妇都做不到 还谈什么其他 不如老老实实地守着就业过日子 何必又去那苗满 北疆与人一针长短 说着 她眉头微微醋了醋 我主要还是觉得真哥太小了 这时提婚是 只能选个年龄相当的 孩子太小 就不定性 现在看着好 大了未必就佳 这样的例子 不少太夫人听着微微点头 可要是找个比中哥年长许多的 要怕他们以后情色不合 许丽眉宇间有淡淡的担忧 我原想等真哥大一些 再帮她仔细瞧瞧 她是嫡子 以后的媳妇是要主持中会 表率全足的 不能满忽 太夫人不住的点头 你所虑几事 只是猿鸟那边 我们呆的 只怕她等不得了说着 语气力 却有了几分无奈 何况她一向聪明伶俐 如今到了灯窟有尽之时 不把一桩装饰安排妥贴了 只怕是不会放心 许丽已没有作声 垂了眼瞧 淋了茶中盖子 扶着茶中立的福叶 所以这件事还要烦 请您多多斟酌酌酌 你的意思是 太夫人颇有些困惑 我从小院出来 就让人去打探了一下江家的事 徐令已轻轻戳一口茶 江氏兄弟里 江柏 江松 江桂 是嫡子 这其中 江柏在汉林院任长院学士 有三子两女 其中长子和次女是嫡厨 江松回乐安开了一家叫锦席的书院 有一子一女 君是嫡厨 江桂在太远任之府 有梁子两女 其中长子 长女是嫡厨 江柏的次女今年两岁 江松的长女今四岁 江桂的长女今年十二岁 我想为尊哥求取江松的长女 太夫人沉吟道 孩子虽小 没有定性 可谁养的像谁 那江柏在仕途上臣服 子女不免染些富贵喜气 而江松在乡间交书于人 子女恐怕也有些俏俊风骨 像我们这种 站在风头浪尖的贵胄之家 却是宁愿她姑方自赏情高鞋 也不愿意她长袖上我穿着丈夫去真名夺利 我正是如此打算 许另一封眼微闪 刀锋般的寒光从眼底掠而过 只怕原娘不是这样想的 而且她做事除了要要要真最好 还喜欢留一手 想来这件事也不例外 我来之前 已请了行人寺的马左文 为我向江柏说想 如果江柏目光远大 自然知道 所谓的亲贵 要先有贵 才能亲 第十 你是几十年前的老黄历了 他们家想继续这样显赫下去 总得另寻出路才是 她要是连这点眼光都没有 江家里没落之日也就不远了 还是爷们考虑的周到太夫人笑道 江松无关无绝 江柏却是长院学士 内阁人选 我们与江松结亲 虽然比与江柏结亲要好得多 而且万一有什么事 说起来我们两家总是阴亲 互相帮帮也是应该的 就是皇上知道了 你只会觉得我们严忍谦让 所以这件事 您这要由原娘去闹 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家是为了什么 要和江家结亲 徐丽点头 按地理 却还是要您亲自出马 免得弄巧成桌 和那江柏结成了亲家 我知道厉害太夫人 微微合手 看了儿子一眼 犹豫了片刻 道还有一件事 二月初二我去宫里 拜见皇后娘娘的时候 遇到了皇贵妃娘娘 她问起了原娘的病 还半是玩笑 半认真的说 她有个妹妹 长得天资国色 要不是你早有了夫人 佩妮也不算乳墨 徐丽一笑起来 竟然如此 那乔家的事 您就别管了 免得您为难 太夫人见儿子 没有意思的诧异 起到 您可是听说了什么 徐丽一笑容渐渐脸了 达妃所问地道 让原娘敲打敲打也好 免得以后再弄出这种麻烦事来 说完起身 天色不早了 您今天也累了一天了 早点歇了吧 估计明天一早 马走完那里 就应该有信地来了 要是还没有回信 那和姜家结亲的事 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反应这么慢 免得受她家连累 今天发生太多的事 太夫人的确也累了 叫了魏子送徐丽一 魏子带了两个小丫鬟 提了八角玻璃灯 送徐丽一出了院子 徐丽一的贴身小丝 林波和赵颖 早带了两个轻衣小帽的使环小丝 在门前吼着了 看见徐丽一 两个使环的小丝 忙上前接了小丫鬟手里的灯 林波同时上前两步笑着 对魏子拱了拱手 辛苦姐姐了 魏子拂身 不敢 又给徐丽一行了礼 带着小丫鬟折回避了院门 徐丽一却站在院门口抬头 望着满天的繁星 半赏不语 林波就和赵颖交换了一个眼神 都在对方的目光中看到了不安 走吧 过了好一会 徐丽一才抬脚往太夫人窝后花亭去 两人不敢迟疑 林波带着两个小司提灯走在前面 赵颖则在一旁俯视着 半路 徐丽一突然道 问清楚了吗 问清楚了 林波忙道 因为夫人差了燕红来喊她问话 她见您又歇下了 这才跟着去了 徐丽一神色如常 道 那夫人都问了她些什么 说是把她换了去 夫人却不在林波低声道 燕红让她在那里等着 她不敢走 所以才把她交给白总管吧 徐丽一亲声道 让白总管再给添个机灵点的 林波恭敬地应了一声事 跟着徐丽一穿过花厅上了东西夹道 侯爷 有约了好一会 采地生地道 后花园这个时候 只怕已经落了要徐丽一阵了 正停下脚步 站在花床墙前发了一会呆 亲声道 那就去秦姨娘那里吧 林波应诺 服侍徐丽一往秦姨娘那里去 靠了门 一门的却是我姨娘的贴身妖坏玉儿 侯爷 她睁大了眼睛 您怎么来了 又惊觉誓言 盲道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以为你会歇在小院 所以我姨娘来和秦姨娘作伴 说着盲侧声让了道 潮里喊着 侯爷来了 小院立刻被惊醒 都慌慌张张的穿了衣裳 或点灯 或上前给徐丽一请安 徐丽一看着这阵势 没等秦姨娘和文姨娘引出来 就丢了一句 让两位姨娘好声歇着吧 转身去了太夫人那里 太夫人刚歇下 听说儿子折了回来 盲批起身 出了什么事 没事 徐丽一道 我当你暖隔离 我一宿吧 太夫人看了儿子一眼 什么也没有问 吩咐妖怪们 开香笼 把前两天收起来的半星不就被褥 拿出来给她铺冷 第二天一大早 心里里下起了雨 落在刚刚冒出来的那夜上 比平时更加心绿 十一娘开了香笼 让十娘挑衣上首饰 冰局脸色不渝 和东青在门口低估 怎么不让她去挑五小姐的东西 就看着我们小姐脾气好 你少说两句 东青低声道 大太太的火还没消呢 你小心惹上身 把我们小姐也给烧了 冰局不由喃喃地道 我这不是只跟你说说吗 她话因为落 就有人在她身后道 十一小姐在吗 大太太请她过去 两人回头 看见落翘喊笑站在身后 第五十五章 在 在 在 东青忙去禀告十一娘 十一娘让琥珀陪着十娘挑东西 自己换了件家常的衣裳 去了大太太处院子里 遇见了许妈妈 她客气地和十一娘打招呼 你来见大太太啊 是啊 十一娘笑着和她喊声 你忙着呢 这本是句陈述的客套话 谁知许妈妈扬了手里的东西 大太太库房里两只百年的老生 让我给大姑奶奶送去 昨天发生了那么多的事 大太太想必放心不下巴 十一娘朝着雪妈妈笑了笑 然后撩脸进了堂屋 大老爷不在 大太太一个人在吃早饭 面前摆了碗白粥 桌上还有四五个小菜 吃了没有 她和颜月四的问十一娘 不带十一娘回答 你吩咐一旁的珊瑚 给十一小姐拿副碗筷来 十一娘吃过了 可领导的这种亲密 她却不能拒绝 笑盈盈的道谢坐下 珊瑚给她上了小半碗白粥 真应了那句 朝中有人好做官 琥珀和珊瑚交好 珊瑚对十一娘物理的人 也不多照顾 明知道十一娘是吃了早饭来的 这就只有小半碗 气死了大太太的意思 要免得吃不完 剩下失了礼仪 十一娘感激的朝着珊瑚笑了笑 珊瑚知道十一娘明白了自己的好意 也笑了笑 大家默不作声的吃了饭 十一娘随着大太太去了西茨尖临窗的大康 大太太抱怨道 这床不床 她不踏 铺了坐垫热 不铺坐垫挺人 还是我们八部床 罗汉床好十一娘扶着大太太上了 康帮着推了半扇窗户 凉爽的微风夹着春雨的新鲜就扑面而来 我给您做几个竹面坐垫吧 十一娘笑道 这样舒服些 大太太笑着点了点头 你总是想得那么周到 又写了她的手 十娘在你屋里挑衣裳吧 委屈你了 有什么委屈的十一娘笑道 百年修得同传度 我和十姐今生是姊妹 还不知道下辈子还有没有这个符原 姐姐衣裳首饰算什么 大太太笑着汗手 道 你放心 我心里有数 不会夸戴了你的 又叫了翡翠和戴帽 进来开香楼 邂了十一娘过去看想想几件衣裳给珊瑚她们 你眼光好 帮我看看 十一娘威 正 这以前都是我娘干的活 渴望着大太太笑眯眯的表情 她不露声色的婴儿识 大太太的笑容就到了眼底 几个人就挑剪大太太滑美绚丽的一世中度过了上午的时光 中午大太太留十一娘吃了饭 十一娘服侍大太太午睡 大太太刚躺下 大波乃来了 刚才吃午饭的时候没来 这个时候来了 要想到昨天大波乃为十娘的事先回来了 今天一早上都没见踪影 应该是有什么事要禀拔 十一娘借口去给大波乃淒茶 躲到了一旁的儿房 大太太见十一娘走了 脸立刻就沉了下来 可有什么消息 大波乃上前几步 低声道问清楚了 是维远镖局送她来的 谁是委托人 却怎么也不告诉我们 打听多少宝费也守口如瓶 媳妇一见 只怕还是要从家里打听 择救差人去了渔航 你做得很好 大太太脸色危急 家里恐怕是出了屎 带派去的人回来了再说吧 这段时间 你好好陪着十娘 别让她乱跑 乱说说着冷冷的哼了一声 现在她身边是哪两个丫鬟服侍呢 一个叫金莲 一个叫银瓶 脸都是我身边的二等丫鬟 还好有你帮我一把 大太太很是感慨 要不然可真要乱套了 看娘说的大波乃千虚道 我也是照您的吩咐行事说着 从衣袖里掏了几张银票出来 笑道 这是您上次给的一千二百两银子 家里的开支只是刚来的时候有点多 后来每个月也就七八十两 我也就拿了六百多两银子出来贴补了家用 多得还年 说着就要将银票给大太太 傻孩子 我的就是你的 大太太不接 你收好了 买些银汁水分 碎花还拆带也好 大波乃还语推辞 大太太已道 我还有件事要嘱咐你去做 您请说 大波乃见大太太诚心给自己 就收了银票 大太太沉吟道 你们年轻人脑子活 抽空的时候到西站门去看看 看着心事样子 给我娘 师娘添置些嫁妆 大波乃微微有些吃惊 但还是公顺的硬了屎 大太太犹豫片刻 加了一句 每人就以五百两银子为限吧 因为大波乃五百两银子 不少吧 大波乃嫁过来的时候 不算铁母之类的 就花了差不多五千两银子 五百两银子 当然不算多 可我娘和师娘又不一样 她们是树民 她盲笑道 不少不少 这置办东西也要看怎么个花法 见媳妇领会了自己的意思 大太太满意的点了点头 道等会我们合计合计 看鱼行那边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动的 免得再拿钱出来吃半甜木房产 大波乃忙点头硬了 就有小丫鬟进来禀道 许妈妈回来了 快进来 大太太忙去她鞋子 许妈妈却了脸而入 怎样了 大太太急切的问 原娘可还好 许妈妈蹲下去给大太太行了个福礼 笑道 你放心 一切都好 今一早 许家的太夫人就去了永昌侯皇府 拜会皇夫人 说是想请皇夫人出面示示江家的口气 您就等着听好消息吧 大太太听着双手和时朝夕便拜了拜 问弥陀佛 您要是保佑我们家尊哥一切如愿 到时候我一定给您重塑今生 大波乃和许妈妈都笑起来 许妈妈更道 您就等着准备金箔吧 我听陶妈妈说 今一早太夫人临走前 还特意去见了大姑奶奶 把江家的事跟大姑奶奶说了 还问大姑奶奶哪个好呢 大太太听着很是高兴 笑道当然是将百家的闺女好了 大姑奶奶也这么说 许妈妈笑道还给太夫人百道理 最后太夫人什么也没有说 去了永昌侯府 她一向聪明女儿能百步丈夫 大太太听着满脸是笑 问许妈妈吃饭了没有 许妈妈笑道 大姑奶奶少了点心还不饿 大太太可是有什么事 大太太就让大波奶吩咐厨房 给送点吃饰给许妈妈 又道 正准备和信哥媳妇散散账 你回来的正好 她话音没落 有小妖幻来宾 大波奶 大爷爷让你置办一桌酒席 前公子来了 大波奶文言微微醋了醋眉 但还是吩咐那小妖幻 你去跟好妈妈说一声 照着以前置办 就是了小妖幻迎生而去 大太太若有所思 问大波奶 这个时候要吃半酒席 可是有什么人 常常来打秋风 大波奶笑道 打秋风也不至于 只是来的琴 每次来了 就把家里的东西 都仔细的瞧上一遍 什么礼记打得太失忆啊 松瘦眉的鼻喜啊 都宝格的蓝好笔 央央央都认得 言坛之间又常常议论 哪家酒楼气派 哪家的茶楼的茶好喝 今日燕京都上了什么样的新戏 谁谁主演 她又去哪位大人家拜访过 见了些什么稀罕物 不像是埋头苦读的人 大太太表情凝重起来 她最怕儿子到燕京花了眼 没了读书精进的心思 这人叫什么名字 都大年纪 哪里人 是健身还是阴生 问得十分仔细 大波奶估计对这个也很注意 打得挺顺溜的 此人叫钱明 字子纯 四川已纯人 比相公大两岁 是个秉生 据说家里还有几亩田地 我看那形式做派 也不像是个穷苦的 可就是那打量东西的眼神 直勾勾的 让人看了不舒服 是秉生 大太太颇有些意外 能到国子间来读书 应该还是有几分本识的 你不可以冒取人 但骂了人家 开小不看老 说不定哪天 这个人就会风向败格 大波奶忙硬道 您放心 每次他来 我都好酒好肉的招待 上次他说 春夕楼的水晶会好吃 我还特意拆人 去春夕楼买来招待他 大太太满意的 嗯了一声 想了想 道 既然星哥那边有客 你就先去忙你的吧 我这边有许妈妈呢 大波奶笑着应声而去 有丫鬟端了一碗煎鱒鱼 一碗春芽炒鸡蛋 一碗白米饭进屋 十一娘见了 就端了两杯茶进去 大嫂已经走了吗 许妈妈正坐在小屋子上吃饭 看见十一娘进来 忙站了起来 大太太这才想起十一娘来 笑道 你回去歇着吧 十一娘求之不得 笑着应声而去 许妈妈吃完饭 大太太和她商量着 办嫁状的事 怀河那边发了几次水 滴也慌 不过那是您的陪嫁 大太太到爽快 也不及这些了 把那些包袱都甩了 许妈妈因事 认真的和大太太算起账来 这样说来 我们在鱼县还有快山林 只能种些杂木 去年刚砍了一片 卖了六十几两眼子 这个也算在里面 许妈妈点桃 提笔在章册上又记了一笔 正算着 原年身边的桃妈妈来了 大太太和许妈妈为政 大太太更是担心地道 难道有了什么变故不成 第五十六章 许是我们早上送了人生去 大姑奶奶还你来了 许妈妈安抚着大太太 亲自去引了桃妈妈进来 桃妈妈果然带了几匣子点心来 笑着给大太太文安 说谢谢大太太的人生 许妈妈接了匣子 有意回避 去了冬次间放点心 桃妈妈趁机对大太太低声道 夫人说 江贵的夫人 金毅早已经回了燕京 让你明天带了小姐们 去护国寺上 这相是要相看吧 大太太对自己几个 庶女的相貌很有信心 她点头 知道了 桃妈妈目的达到了 闲聊了两句就起声告辞 这两天夫人身边的事多 大太太自然能理解 没有留她 赏了二十两银子 让许妈妈送她出了门 带许妈妈回来 又吩咐她 明天我带了三位小姐 去护国寺上香 你去跟大波奶说一声 许妈妈应声而去 来回话的时候只笑 大爷那个同窗可真有意思 听说我们明要去护国寺上午 很热心的说要跟着一起去 还说 在我们家蹭了这些日子的饭 别的忙帮上步 可带个路 认个方向却是绰绰有余 大太太听着笑起来 这倒是个殷勤的 目不是吃人的嘴短 那位前公子长得倒是 以表堂堂的许妈妈就笑道 就是一双眼睛太灵活了些 没我们心哥稳重 两人闲聊了几句 依旧坐下来算账 那边许府的太夫人刚落座 手里蹲着的茶 还没来得及戳上一口 许另一就来了 太夫人看了看自己手中的茶 又看了看坐在自己对面的儿子 忍不住笑道 好多年没看到你这样挤了 许另一微微一笑 太夫人就吩咐身边的人 我有话跟侯爷说 妖狂们去西音室 女贯者退了下去 太夫人就打去儿子 你不是说江家 要是今天一早没有转心来 就别提结亲之事了吗 怎么怎么 怕我把事情办砸了 太您说的许另一笑道 黄夫人是您自小玩到大的姊妹 您有什么话也跟她说 家里的情况她也熟 所以才请了她出面 为钟哥的事走走过场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是看您这个时候回来了 特意过来看看 算你还有点笑心 太夫人听着微微点头 黄夫人是留我下午 在那里抹牌来着 可我心里有事 就回来了许另一位 正仔细地打量母亲的神色 出了什么事 你猜我在永昌侯府遇到谁了 太夫人微笑着望着儿子 许另一略类私存片刻 是一道难道是遇到了江家的人 太夫人表情失望 你这孩子真是 也太耿直了些 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 许另一却是眼睛一亮 这样说来您在永昌侯府真的见到了江家的人 江家派谁去见那年 是江夫人还是管事的妈妈 都不是太夫人摇头 是江家一位信路的亲客 许另一眼中就露出了欣赏之色 没想到 这个江柏竟然有这样的手段 不直接托人给自己低音 反而让门下谋士 借太夫人去永昌侯府之际拜访太夫人 一来表达了她对这桩婚事的重视 二来借此机会告诉自己 我们江家是有实力和许家一较高低的 不过既然摆出了这种势均力敌的正式 那就是想谈条件了 她笑容愉悦 有这样一个盟友 怎能不让人高兴 江家来人怎么说 太夫人见儿子一副愁愁满志的样子 忍不住泼他的冷水 那位陆先生说了 虽然江柏很希望和我们家结下这门亲事 但他毕竟是做伯父的 还需要和江松商量 那是自然许令一不以为意 江家这几年远离中枢 能亏是朝中局势的 怕只有江柏一人 他提出与我们家联姻 肯定会在江家内部掀起轩然大波 自然得给时间他周旋一番 还有江松 当年挂孕而去 肯定是对朝廷有所不满 现在让他把女儿嫁到我们家来 只怕也不会是件简单的事 不过总得来说 江柏的反应我很满意 至少向我们表了一个态 至于成不成 那就看他的本事了 他能说服江家的人 我自然乐见其成 他要是不能说服江家的人 我也给了他机会 他侃侃而谈 语气温和神色平静 眉眼间透着那种 胸有成竹的镇定从容 让太夫人不由叹了口气 江家怎么会想到你你毛皮 学类一位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娘您把江家看得太阿正 您可别忘了 江家是靠什么起的家 所谓的帝师 说白了就是全城 要不是江柏在掌院学士的位置上 一坐就是十四年挪不了地方 要不是皇上的七位皇子中 有三位是皇后娘娘蛋玉 江柏又怎会下决心奋起一搏 我知道太夫人正色地道 我是在想 江家在朝中一直保持中立 这次与我们家联姻 以后不免会被贴上后档的条子 江家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 到时候只怕所求胜据 只怕我们负担不起 有什么负担不起的 许令一笑 想再做帝师 如今皇上有妻子 谁知道花落谁家 就算我想 她也不敢 想入内阁 就凭她对待中哥婚事上 所表现的果敢 足以匹配 我就是推荐她 也不负朝廷设计 一席话说的太夫人忍峻不住 照这样看来 江柏倒是做了装培本的买卖 那也不见得许令一笑道 先帝晚年喜欢臣子们周美逢迎 她是江家子弟 怎能做出这种事来 所以每次先帝召见 她就反其道而醒之 板了脸给先帝讲先贤之事 时间一长 人人都知道 将白乃直言赶见的正人君子 所以皇上登基后 她虽想奉承圣意 奈何贤民在外 和我们家结亲 等于是得到了一个既不上颜面 又可以改变的机会 以她的能力 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相比之下 当时我们陪了 太夫人听着摇头 你们这些男人 腰腰都算到了 就是没有算到身边人的伤心 徐令一 正 我去永昌侯府之前 去看了原娘 太夫人语气怅然 她总归是真哥的母亲 我想 这件事还是要跟她说说 娘 徐令一很无理的打断了太夫人的话 您怎么能和她说这些 她的性格您难道还不知道 从来只有自己没有别人 花音刚落又觉得自己失言 没有一间闪过爱恼之色 只问母亲 您告诉她我的意思了 没有 太夫人看着儿子发脾气 有些不高兴 我这是试了试她 看能不能让她改变主意 徐令一见母亲脸色不渝 知道自己行事不妥 盲笑道转移了话题 娘 黄夫人虽然与您交好 可我们这样麻烦人家 该讲的理解还是要讲到 您看这样行不行 哪天问问黄夫人 说深东那边的都转院 岩石寺有个岩仓大使的瘸 虽没有入流 可岩仓出入都有大使检验 是个肥瘸 看他们家有没有适合的人 我跟丽布说一声 你这是典型的打个巴掌给个澡 太夫人听着笑了起来 你放心好了 黄夫人不会出去乱说的 不过你有这番心 我还是把你的话带动说着 又正思道 你竟然有这能力 为什么不给年岳父某个差事 说起来 罗家当年对我们也是有恩的 何况大家都是亲戚 让人说起来总是不好听 徐令一步有皱了眉头 娘 这件事您别管 我心里有 树 你是怕原娘又有什么主意 你好拿这件事和她谈条件吧 太夫人之言不会地道 你们两人玩什么花枪我不管 可亲家老爷的事你不能乱来 要是你不出面 我出面 一副徐令一不答应就不罢休的口气 有些事您不知道 徐令一颇有些无奈 皇上采奈成阁老的建议 准备实行新的茶税 岳父又是一直反对成阁老的茶税法 这也是皇上的意思 等过段时间 我会再跟皇上提的 你可别再掺和进去了 那这话你跟亲家老爷说了没有 这样的结果太夫人很是意外 再看儿子一副不想多谈的样子 他不由道 你还是给亲家老爷透个底吧 他心里有数 以后也知道哪些话能说 哪些话不能说了 我怎么没说徐令一道 岳父反而给我指了一大堆的例子 说成阁老之法如何不可行 如何劳民伤财 我又不能往生里说 只好暂时先这样了 那你把这话跟原娘说说 太夫人思存道 让原娘劝劝亲家老爷 他们是妇女 总比你好说话 这有什么好说的 徐令一不以为然 说不定他还以为 这是我不想帮他父亲的推托之词呢 真见不同的多的是了 难道真见不同就不能做官了 分明是我要面子 没有尽心尽力求人 要不然 堂堂一个国舅爷 怎么连这点事都办不到 话说到最后 以语带嘲讽 太夫人听着眼神一沉 欲言又止 最后摇了摇头 化作一声叹息 第五十七章 霍国四位于英京晨曦 每月初七 初八有妙事 今天虽然不是妙事 但依旧游人如已 相客众多 很多人坐马车或骑毛旅到寺里上乡 十一娘随着十娘下车来 就看见山门前一流小滩 支着蓝百步棚子 后卖吃饰 后卖玉器 后卖券扇茶中的日常植物 琳琅满目 什么都有 和他以前到过的风景区很像 罗振兴和他的同窗前公子走在前面 身边围着妖环 粗食的婆子和人高马大的护约 一看就知道非富即贵 普通百姓自然不敢靠近 他们很快到镇殿上了乡 然后被主持请到了寺后的山房歇歇 我娘和十娘很兴奋 戴着帽帽东张西望的 进了山房 还跑到窗林处朝外看 大太太看着神色自若的十一娘 不由微微点了点头 罗振兴就陪着前公子 进来给大太太问安 我娘几个忙回避到了那时 那位前公子是个十分善谈的人物 几只简单的问候过后 就和大太太聊上了 有卖木书的 各种质地的都有 我有一次还买了把正宗的牛角书子 只花了十文钱 西边有个卖斜面的 花色可齐全了 虽然与江南的素样不能比 也颇有特色 您等会可以派了妈妈去看看 南边有个叫年糕里的茶汤摊儿 专麦爬糕 凉粉 炸罐肠 如煮丸子 地道的燕金口味 您得尝尝 炸罐肠您听说过没有 里面灌了白面粉 红曲水 丁香 豆蔻 十分讲究 她滔滔不绝 话题如天马行空 应把大太太和屋里的我娘 十娘 逗得和和指向 十一娘却觉得这男人话太多 且常常夸大其词 有些轻浮 但大太太却很喜欢 竟然差人去那个年糕里那里 买了吃食回来 十一娘看着像瓷巴 却叫惯常的东西 一口也没敢吃 倒是十娘 吃得津津有味 因为有了这插曲 大太太和钱公子之间少了几分客气 多了几分亲宁 钱公子就问大太太 这户国寺旁边有家叫顺德庄的茶楼 有个专唱鱼航腔的戏班子在那里唱 您要不要去听听 大太太笑道 不用 我们坐坐就走 正说着 外面有妇人的声音 这里是鱼航罗甫家的女眷吧 我们家妇人乃太原知府 江大人之妻 十一娘听着身子一讲 听说要来护国寺的时候 她就纳闷 现在总算明白了 一旁的五娘和十娘 看上去并不知情 两人一东一西地坐着 各自行事 并没有因这位即将要出现的江夫人而有所不同 她就听到钱公子一类一声 其道 难道是乐安江家的江大人不成 正是大太太笑着应道 然后那钱公子就笑道 既然如此 我和真心兄暂且回避回避说着 我爱有脚步踏踏之声 我娘见十一娘支着耳朵 听外面的动静 跑过来笑道 十一妹听什么呢 比平常亲热了许多 十一娘知道 她是为了拉拢自己 孤立十娘 她觉得十分无趣 朝着十娘笑 却打着我娘的话 母亲好像遇到了熟人 我娘先前也听到了动静 现在听十一娘这么一说 也静下心来听外面的动静 稀稀苏苏的一群苍莫声中 有个陌生却热情的女生传来 罗家大太太 这可真是缘分 我有回音经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您 我和年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可我和原娘情同姊妹 所以特来拜会 失礼之处 还请多多见谅 话说得十分客气 十分殷勤 江夫人太客气了 大太太和那江夫人喊声着 两人分兵主作响 江夫人就一道 怎么没见你们家的几位小姐 听原娘说 个个都天仙式的漂亮 那是原娘抬聚自己的妹妹呢 大太太谦虚着 叫了许妈妈 把我娘三人都叫出来见客 江夫人三十来岁的年纪 长眉入病 非常漂亮 只是一双眼睛十分犀利 当她的目光 落在十一娘身上的时候 十一娘有种被探照灯射中的感觉 感觉很不舒服 果真是个个美如天仙 江夫人望着给她行礼的三姊妹 嘖嘖称赞 每人赏一串檀香珠 一直助赞 大太太谦虚了一番 江夫人就问她们姊妹多大了 针线做的怎样 是不识字 虽然是问三姊妹 但目光停在我娘的身上 却长一些 她们一一回了江夫人的话 那江夫人就要起声告辞了 我母亲常年如素 家里的事不大管 都交给了管事的妈妈们 不免有些乱糟糟的 还要回娘家看看说着 长叹一口气 什么时候弟弟娶了弟媳妇就好了 我也不用这样两头跑了 你是姑奶奶 就是娶了弟媳妇也是最大 大太太客气地道 这单子只怕是放不下了 江夫人呵呵地笑 到时候不碍事贴些银两 至于管家 我哪里顾得上了 两人说笑着 大太太亲自送江夫人到了门口 然后吩咐打的回府 我们去三太太家吃晚饭去 这样好的兴致 十一娘不由在心里暗暗抵估 但从今天江夫人的表情来看 她估计比较满意年纪最大的我娘 也就可以推断 那王公子要么是年纪不小了 要么家里期盼着 他去习生死 外王家开之散业 路上 钱公子问罗真心 你们家怎么认识 乐安江家的人 罗真心笑道 我们家不熟 好像和我大姐很熟 钱公子点头 眼底闪过一丝艳羡 像你们这样多好啊 走到哪里都有亲朋故交 罗真心笑了笑 钱公子又道 说起来 伯父和两位叔叔都在后却吧 国舅爷也不管管 目光有些闪烁 罗真心微正 片刻才反应过来 钱公子嘴中的国舅爷指的是 他的姐夫永平侯徐令义 他看着钱公子一副急于知道答案的样子 淡淡的笑了笑 姐夫让爹爹别急 钱公子听着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便问罗真心 你常去侯爷家吗 他带你如何 我听说他脾气十分的温和 是真的吗 我不常去 罗真心笑道 和他接触也不多 钱公子眼中有淡淡的失望 罗真心看得明白 又道 不过他带我还不错 听季九说 姐夫曾经专程去找过他 问我的学问 还拜托他多多照顾 我听得挺诧异的 就在季九说 这事的前一天 他还特意请我去春夕楼喝酒 虽然也问了我学问上的事 却提也没提去找过季九的事 想来是怕我因此自满 耽搁了学业 前公子听了精神一阵 笑道 你姐夫一喜欢到春夕楼喝酒吗 我也很喜欢 不知道他喜欢吃些什么 食鱼和豚水巴鲜还是鹿肉 食鱼和豚在寺 五月上市 水巴鲜在夏季 鹿肉在秋冬季 罗真心一时对前公子大为佩服 说读得好 有善钻银 一时间 他起了结交之心 你说的这些东西他府上都有 又怎么会特意跑到春夕楼去 罗真心注意着前公子的表情 前公子的笑容就有些不自然 也是他堂堂国也就永平侯春夕楼再好 也比不上皇家盛宴 没什么稀罕的 这已经是第二次提到永平侯是国救爷了 罗真心心里有些肯定了 他笑道 姐夫喜欢吃什么我不知道 不过我三婶却最喜欢吃春夕楼的烤乳猪 说到这里他哀哀一声 我怎么忘了 应该到春夕楼定一支带去 让三婶已高兴高兴的前公子忙道 你说的三婶是柳格老家的千金吧 罗真心点头 柳格老已经知识归乡了 前公子却笑道 就算这样 我却听说李格老的新茶税困难破多啊 罗真心呵呵笑 今天走清洗 不谈这些 不谈这些 前公子笑道 也是 又道 既然如此 我也不能空之手去打秋风 这样 我快马加鞭 这就去春夕楼定一只乳猪送到三叔家 从罗大人变成了三叔 罗真心笑望着他 不用 不用 哪能让你破费 再说下去就不是兄弟了 前公子很是爽朗 不带罗真心回答 以扬鞭而去 前公子在罗家众人到达前堂胡同之前已置办好了烤乳猪 正带着春夕楼的两个火鸡在罗华银门口等 罗真心正住 然后发现前公子一直挂在腰间的那块叼着步步高深的杨之玉玉佩不见了 他按点头 扣了三叔家的门 三太太看见他们喜出望外 忙叫了三老爷出来待客 又亲自张罗着准备晚饭 大太太拦了他 外面还有个烤乳猪 是姓哥买的 你让厨房随便做几样小菜就行了 我们轴里坐下来好好说说话 而三太太听了更是欢喜 叫了妈妈们把烤乳猪拿去厨房 挽了大太太手去了正屋的堂屋 大家坐下 大太太就温齐了五爷六爷 去学堂了 三太太笑容有些勉强 老爷被困在言情 总不能耽搁了孩子们的学悦吧 正好中山侯府的家学里这只隔一个胡同 我就把孩子放那里了 大太太颇有些意外 你和中山侯府堂家很熟吗 第五十八章 和他们家道不熟三太太道 不过他们家请的嬉戏 是家父一位门生的侄儿 姓赵 学文很好 是因为这个才去的 说起来 堂家为人跋扈 并不好相遇 赵先生原也是爱着朋友的面子 才去的 准备交完了 今年就此管的 我听着一年的树修十五两银子 四季一上各一套 配一个小四 还准备商量老爷 这样的费用我们也承担得起 不如请到家里 专教开歌和预歌 大太太很是吃惊 树修十五两银子 四季一上各一套 配个小四 这也太爱说着沉吟道 三弟妹这个主意好 如果真是这样 还不如请来家里 什么东西都可以马虎 孩子们的学业可马虎不得 说起来我们又没有分家 之前就从宫中出了吧 三太太一正 忙道 这怎么能行 大太太 以携了三太太的手 一家人不说两家的话又道 既然照先生想自管 想来是不满意东家了 我看 不如将树修提到 每年二十两 四季一上各两套 配个小四 我看导作还有个小院 不如把那小院专拔给先生用 三太太还欲推辞 大太太一笑道 我是大嫂 你得听我的 有家这个时候倒下 对于人情逝世 三太太比平常更敏感 大太太许成的东西 并不贵重 三老爷也不是负担不起 但大太太的这番话 却让三太太很是感激 她握了大太太的手 眼角有点湿润 重重的点头 大太太就望着 静静为坐在他们面前的我娘 十娘和十一娘笑道 我们大人说些家长里短的 你们听着也无趣 你们三婶窝后有两株梨树 这个时候应该开花了 让妈妈妈 离你们院子里转转去 免得难受 三太太听出音来 直到大太太是要知了几个女儿和她说提几话 笑帮腔道 到梨花树下坐着喝茶更惬意 又叫了贴身的妈妈带几个人去后院转转 三个人明白过来 屈膝给大太太和三太太行李 然后跟着妈妈去了院子里 大太太就长长的叹了口气 鼓笑着望着三太太 三个一般长短了 真有操不完的心 三太太朝着身边的丫鬟使了个眼色 妖怪们无声无息的退了下去 她笑道 等她们做了母亲 虽然就明白您的一番苦心了 但愿有那日大太太语气要样的应了一句 然后坐直了身子 问三太太 对了 你可认识哪家士林的公子 说起来 我娘和师娘年纪也不小了 你也知道 他们都是述出的 我们看得上人家 人家未必看得上我们 真是让我愁死了 原来是为这事 三太太想到在渔航首校时 听到的一些风言风语 不由笑道 如果是从前 问问我娘 总能找到几个合适的 可现在 却满脸的歉意看我 说着说着 又说到你的伤心处了 大太太自责地道 不关大嫂的事 三太太眼角一红 是我自己想不开罢了 大太太安慰了三太太几句 然后叹了口气 把话题又绕了回来 其他的我也不敢想 只求人品端正 家事清白就行啊 三太太见她念念不忘 只好道 大嫂放心 我会帮着看着点的 大太太点了点头 还一说什么 有小丫鬟进来禀道 两位也下学回来了 三太太满脸失笑 快进来 他们大伯母来了 大太太健壮 直到自己所求之事泡汤了 从三太太那里出来 大太太的神色有些恍惚 罗振兴看在眼里 回到家里 她和母亲说了提起话 您今天怎么突然想到去护国死 又不辞辛苦的去了三叔家里 大老爷一早出去还没有回来 加上今天去三太太那里没有得偿所愿 她心里有些不痛快 她也想和人说说话 就把这件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儿子 要是十一娘的事成了 我娘和十娘就得赶快嫁出去 我瞧着江夫人的意思挺满意的 这还有一个没着落呢 罗振兴之前尹尹听妻子提起过 当时只觉得是妇人的荒唐言 现在亲耳听母亲一说 不由沉了脸 娘大姐还好好的 您怎么能 岂不让人伤心 你懂什么 大太太见一向孝顺的儿子 竟然出眼顶撞她 想到万一女儿走了 外孙还有这个舅舅撑妖 如果儿子因此对这件事生出下戏来就不好了 又想到 说不定因为这件事 能让儿子感受到失事的艰难 他所信道 人走茶凉 人死灯面 侯爷在念旧情 可天天看着新人笑 认识那铁打得也要变绕纸容 到时候 谁知道会出什么妖儿子 现在不早做打算 难道等忠哥有事的时候再去谋划不成 你可别忘了 他上有祖母 下有父亲 我们再怎么亲 也是外家 就是有心 只怕到时候也鞭长莫及 侯爷不是这样的人 罗振兴把徐令义暗中去拜访国子见祭九的事告诉了母亲 他完全可以在我面前夸耀一番 可他去什么也没有告诉我 要不是祭九在我面前提及 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侯爷是什么人 有谁比你大姐更清楚 大太太不以为然 我这段日子忙且忙后 也没有顾得上和你说话 我看着你比在余航大不相同 可是出了什么事 罗振兴有些意外 他没有想到母亲会问他这个 更不明白母亲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进了国子见以后 突然发现以前自己不过是井底直挖 大太太没等儿子回答 冷冷一笑 你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 侯爷到国子见给你打招呼 你要是那季酒 只怕也会卖弄这人情吧 罗振兴脸色微白 想到自己刚进国子见时 谦虚谨行 有人问其他家中之事 他常常含糊以词 结果被人调侃吃消 后来他唯一间透露了与永平侯府的关系 大家对他一下子亲密起来 让他深刻的体会了事态炎凉 大太太见儿子不作声 直到自己的话 取了作用 虽放低了声音 缓缓地道 侯爷这个人 虽有不是制裁 却耳根子软 亦是胆小懦弱 优柔寡断 别的不说 当初你大姐刚嫁过去的时候 想开府单独过日子 侯爷当着她的面 答应得好好的 可到了太夫人面前 又立刻变了卦 你大姐遗愿 她又变了卦 说过几天就跟太夫人说 反反复复的 没有个主意 后来成了绝 更是让你姐姐受累 侯爷是皇后的兄弟 按律令 本应封绝 结果侯爷怕皇上猜疑 因是上奏情词了 你说 这有什么好怕的 难道本朝就她一个国舅爷 还是那些受了爵位的国舅爷 没一个寿终正寝的了 哦 感情别人都不怕 就她怕 你大姐为这件事 没有少和她傲气 大太太有些激动起来 后来凭了北乱 皇上又提起 给侯爷封绝的事 那时候 玉哥已经起了忙 人人都夸聪明 偏生中跟年纪小 也有不足之症 情细间就有 以后这家里 全靠玉哥撑着了 还有些糊涂人 竟然凑到秦姨娘那里 献殷勤 你大姐 这想把玉哥 过继到二房的名下 可一来 这是得太夫人和二夫人同意 二来得祖里同意 颇有些为难 正愁着 直到侯爷又得了一个爵位 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 想着 这个爵位就给玉哥成了 一来解了真歌之威 二来说出去 你大姐也有面子 谁知道 又让侯爷请辞了 请辞不说 还没跟你大姐商量 你大姐还是时候 从别人嘴里听说的 这下子 把你大姐气得 从此就落下了个可学的毛病说着 大太太不由眼泪连连 侯爷可是一点也没有为你大姐着想 那外戚的爵位 指锋本人 没了就没有 可这战功得来的爵位 可是攻风 是是喜的 你想想 你大姐在的时候 她都这样 如果要是不在了 真歌还能有个火路啊 你可别忘了 谁家叫你就业的孩子再多 可只有中歌是你大姐的骨血 只有她和你是打断了骨头 还连着筋的 我真心听着很是胡获 可我听人说 侯爷在凭苗蛮的时候 苗人假意投尘 还献上紧薄美女 侯爷好不动心 杀法果断 当即斩下苗人头领的头 让苗人弄假成真 这才有了之后七战七截 凭苗蛮之功 怎又耳根子软 遇事胆小懦弱 优柔寡断 你会不会是听错了 你知道些什么 大太太冷冷的一笑 当初 老侯爷为了祝皇上登基 可谓是散尽家财 要不然 扬州文家又怎么会和侯府搭上关系呢 后来皇上登基 一心一想给皇后长脸 顶着几位大学士的反对 令让从来没有领过兵 打过仗的侯爷做了平满大将军 兵部的人都看出了皇上的意思 知道这仗打起来是要良有良 要人有人 只要得胜 拜乡封侯是跑一跑不了的 所以当时很多赫赫有名的大将军 都在侯爷麾下做了参疆或是拔走 这样的仗他还打不赢 也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了 罗真兴与塞 这么多赫赫有名的大将军在麾下 想让他们听从指挥 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吧 可这话说了母亲又不懂 第59章 大太太和儿子说了半天的话 也有些倦了 道今天你跑前跑后忙了一天 也早点歇下吧 罗真兴这才想起自己来的目的 他忙道娘我有件事想商量您 大太太一听立刻争色道 有什么事你只管说 罗真兴就笑道 您觉得前明这个人怎样 大太太一正罗真兴道 他今年27岁还没有娶妻 然后把煤烤乳猪的事说了 我看他处世极灵活 以后只怕飞驰中植物 你看要不要我找个人暗示他一下 大太太立刻来了兴趣 你看问清楚了 别家里有一个 然后又在外面说自己没澄清 到时候我们罗家可就成了大笑饼了 您放心吧 罗真兴笑道 我会好好查查的 大太太想着就觉得兴奋 这个前明的确不错 光那份机灵镜就没人比得上 要是真能成 这可是装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好姻缘 他想到了二房的四姑爷 罗家出钱出力 好容易才中了个举人 罗真兴见母亲硬朗 笑得起了声 那你歇着吧 我得了准信就来回您 大太太点头 让洛翘送罗真兴出了门 歇下不提 十一娘年转反复不得入眠 第二天起来照镜子 脸蛋像心包的鸡蛋 没有一点点痕迹 这就是年轻的优势啊 她在心里叹着 然后吃了早饭和我娘 十娘一起去给大太太请安 大太太和以前一样 笑容倾泻 语气和蔼 和她们略说了几句 许妈妈就拿了日常的账目来 大太太就示意她们可以退下了 既没有问十娘为什么会来 也没有问家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 就好像时光不曾流逝 到阴京 见原娘 都只是一场梦式的 不说别的 紧这份尘的筑气 就足以让人敬佩了 十一娘暗暗叹气 有些恍惚的出了门 我娘过来吻了她的胳膊 亲切地道 十一妹 你等会做什么 要不 我们下棋玩吧 我让你诗子如何 我等会要做针线 十一娘笑着应付五娘 要不五姐和十姐下棋吧 我坐在一旁做针线 我娘却笑意亲切地望着十娘 好啊 十娘仰着下颌看了五娘一眼 不懈地转身回了屋 五娘在她身后喃喃地道 哎 也不知道百枝和九红怎样了 外孕采买上的初五老娘相中了百枝 大太太原因了今年秋天就放她出去的 十一娘就看见十娘的脚步顿了顿 然后挺直了背脊进了西厢房 十一妹 可辜负了你的好意 我娘见了微微一笑 对十一娘道 我热脸贴人家冷脸 也对不起这个人 回屋去了说着 带着紫薇和紫苑回了自己的住处 又不是我们家小姐让十小姐不答应的 出来迎十一娘的兵局 看了不由小声嘀咕 被东青狠狠地瞪了一眼 十一娘笑着回了自己的住处 然后拿了针线出来 坐在临窗的大炕上 给修哥做春赏 到了中午 派了琥珀去打听大太太那边的动静 琥珀回来道 和大不奶 许妈妈算了一天的账 黄昏时分再去一趟十一娘正了正道 看有人来拜访母亲没有 直到了琥珀到了黄昏时分又去了一趟 唐妈妈奉了大姑奶奶之命来给大太太问安 江夫人没有来 十一娘颇有些意外随即又是人 就算是心里在满意也要矜持一番吧 到了晚上她和我娘十娘去给大太太请安 大太太真和大不奶说话 娘家在珍贵那时在娘家 这夫妇妻贵不能走错一步 看见三人进来 大太太打住了话 这是在说谁呢 十一娘胡获着 却不动声色 给大太太问了安 大太太的心情很好 不仅和她们有说有笑的闲聊了几句 还留她们吃了晚饭 这让十一娘更是不安 回到屋里就插了琥珀去打听 唐妈妈来到底说了些什么 琥珀拿了个秀样洋装送给珊瑚 去了大太太那里 不到一钟茶的功夫 她就折了回来 小姐 小姐她的样子很激动 拉了十一娘到暖阁说话 珊瑚说 侯妖娜妾了 十一娘心里扑通一声 说仔细些 她不由握了琥珀的手 火破云了云气 到侯妖明天晚上 台桥家六小姐金服 许家请了几桌酒 也请了我们家大爷和大波奶 大太太让大波奶 松套铜面坐贺里桥连房 不知道为什么 十一娘脑海里就浮现出 那她静静的坐在那里 棉花般白进柔美的面孔来 这样一个女孩子 却要给人做妾事了 代替喜庆热闹婚礼的事 归下给正式敬茶 代替凤冠霞配的是粉红色的被子 代替昂首挺胸的是卑微屈膝 她心里无畏俱全 这才是原娘要的吧 基于她的位置 这就是下场 十一娘隐隐觉得 自己可能就是那个人选 因为只有这样 原娘的计划才算完美 一个出身卑微的祭司 一个出身高贵的妾室 出身高贵的那个被出身卑微的那个 看到了人生中最不堪的一面 在她心中埋下了一颗不安的种子 这个样样不如自己的女人 会不会因此瞧不起自己 会不会拿这件事做把柄 而对自己欲取欲求 谁愿意生活在这种恐惧之中 唯一的办法就是反抗 何况她还有家族做靠山 如果能取得那个位置 家族也是乐见其成的吧 而那个出身卑微的呢 除了这个位置 没有其他的仪仗 不管是为了性命还是尊严 都得想尽一切办法 保住他所拥有的 谁敢挑战 就必须拿出雷霆手段 杀一锦百 才能震慑住那些在一旁观望的 这样的两个人 放在一个笼子里 只会斗 不仅斗 而且还会斗得死去活来 斗得家宅不宁 让太夫人失望 让侯爷厌倦 让真哥越来越安全 没有敌人 那就培养一个敌人 让他们互相牵制掣肘 这才是最高明的计谋 想通这些 十一娘反而松了一口气 这样坠坠不安的日子 过得太久了 她真怕大太太突然一个不高兴 就把她当出气筒 给随随便便嫁了 这样也好 至少 眼前是条看得清楚的路 至少 自己还有机会 实现提防未雨绸缪 至少 徐令仪是个 没有缺胳膊少腿思维正常的 至少 徐令仪看上去 冷俊威严不好相处 但在原娘设计她的时候 没有未雨相向面目可憎 至少 徐令仪是个骨子里 拓着骄傲自大的通常这样的人 虽然不会有恩情 但在生死关头 起码不会置妻而于不顾 她想到江夫人那探照灯式的目光 总比自己被大太太拉着 有人用审视的目光挑肥减兽 还不一定能弱人家的也要强吧 这样就足够了吧 再多的 她求不来 也不会有人给 十一娘不自嘲的想着 夜里居然睡得很安晚 连个声都没有翻 第二天去给大太太请安 大太太红光满面 看得出来 心情非常的好 还笑盈盈的和她们聊天 这个时候 春笋应该上市了吧 我们让许妈妈买点回来 晚上我们用春笋炒酸菜吃 蜗具也该上市了吧 和往常一样 十一娘笑盈盈的坐在一旁 只听不易 十娘面无表情 心不在焉 只有五娘硬撑着大太太 我记得您最喜欢吃蜗具炒鸡蛋 要不要让厨房给您做一个大太太点头 我实在是吃不惯那乡春的味道 十一娘倒吃的津津有味 听大太太点到了自己 十一娘眼秀笑起来 就由小丫鬟来饼 大太太王夫人拜访王夫人 大太太困惑道 哪位王夫人 说是福建部正是王大人的夫人 小丫鬟的声音就低了好几排 大太太皱了皱眉 请她进来吧 我娘和十娘十一娘就避到了烧尖大太太的卧屋 不一会 此间就传来了王夫人的声音 大太太真没有想到 你和江夫人也熟 这不江夫人特意拖了我来 她的话还没有说话 就被大太太打断 您可真是稀客 上次来我不在家 还以为您已经随着王大人去了福建 所以没差人去问安 还请王夫人不要见怪才是十一娘 却被王夫人那一句 江夫人特意拖了我来的话吸引 难道江夫人是拖了这位王夫人来做宝山 不过 这也有可能 两家都是燕金贵族 有所交集也是正常的 她私存着 就听见大太太又道 来 我们到东边的炕上坐着说话 我这边乱糟糟的 显然是在回避他们 十一娘就打亮了我娘和十娘一眼 两人神色平静 一个坐在临窗的大炕上 一个站在墙角 辅作摆放在那里的东青树树叶 人不怕被人算计 就怕被人算计了自己还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 十一娘打了一个寒颤 说起来 我娘能放下自尊心腹地坐小 能带着机会就踩人一脚 也是个有手腕的 可就算这样 一旦谜底揭开 就算有牵绊手段 只怕也没有机会去施展啊 王夫人并没有待很久 送走她后 大太太脸上的笑容 隐隐隐不住 十一娘就在五娘眼中看到了胡获 到了下午 又有一位什么行不及时中 黄人的夫人来访 那时候十一娘几人都各自回了屋 来给十一娘报信的十商壶 说是来给钱公子提亲的说着 深深地看了十一娘一眼 是想让自己去争取吧 十一娘似存着 却不有苦笑 如果自己当时没有留在厢房里看戏 也许还有机会 但现在想通了原娘的局 十一娘觉得自己一点机会也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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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